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5月15日 已經是星期三了 這節話題想和大家探討一下 一些中港的問題 這個可伯 就踏上了 這個比他年輕30年的女人 這個女人原來有一個兒子 他和前夫生的兒子 今年18歲 他的前夫肯定是香港人 因為他就是透過和前夫結婚 然後就來香港拿到單程證 也是因為 跟兒子的關係可以申請到公屋 因為 孤兒寡婦 是不是 前夫 香了 還是什麼原因不在呢 還是已經離異呢 這個暫時沒有人起底 沒有人知道 但是 我們看到東張西望終於訪問到 何太的兒子 這個兒子是和前夫生的18歲 這個兒子 今天的對答 其實 可以牽扯到 2019年為甚麼香港會爆發這個時代革命 好了 因為當年 我們接觸到很多出來示威的小朋友 其實他們的婚姻 他們的父母都是中港婚姻 大部分 跟可伯差不多的案件 又或者 是一些香港的男人回內地娶老婆 然後 下來了 當然他們未必個個都是一個騙婚 或是未必全部都是貪他爸爸的錢 不過有個共通點 就是這班 小朋友 在香港長大 接受了香港的價值觀 從這次東張西望的訪問 何太的兒子 在門後面搭主持人 他說 很多人覺得叔叔臨腦入花蟲 當然他還沒說完 即時 他媽 就在鏡頭之外 在背後大聲喊 你不要說這些東西呀 究竟是甚麼一回事呢 當然 他的兒子 也是反映到外面的說法 網民就表示 當初你兒子說不讀書也要養可伯 現在又說對方是 臨腦入花蟲 究竟是甚麼問題呢 有些人認為小朋友或18歲的年青人 實際上 他是跟香港人的價值觀比較近似 香港長大 他接觸的身邊朋友都是香港人 跟他媽媽其實是格格不入的 所以 他也未必看得起他媽媽的行為 甚至乎 他的行為 是令到這個 小朋友覺得羞恥 至於當初為甚麼 就算不讀書也要出來養 可能是媽媽會教他 實際上 他媽媽在後面的聲音 其實就好像 中國外交部的口吻 我們是最正義的 我們走得正 站得正 基本上 他跟中國的外交部 完全是一模一樣 所有的東西都是最正義的就是他 我們永遠在 站得正義的一方 對方全部都是陰謀詭計 亡我之心不死 個個都是牛鬼蛇神 好了 他 他 每次都是 做出正確的選擇 他走得正 站得正 類似這些說話 他講到自己也信了 但是 這個年青人這個小朋友就不是這樣看了 為什麼不是這樣看呢 原因就是 他 接觸 他身邊的朋友 或者他也會有上網 也會有接觸到輿論 他媽媽在做的行為 很明顯就是在 標準 這個美會 基本上他媽媽 現在在做的行為 跟當年對他爸爸是一模一樣 他是一個犧牲品 是透過這個 他的手段就是 把自己嫁給他年紀大的男人 很肯定是 這個小朋友 究竟他有沒有見過他爸爸呢 還是他爸爸一早被媽媽 趕了出去呢 甚至乎更加狼毒的就是他媽媽毒死他 然後霸佔了他的公屋 會不會是這樣呢 這裏的公屋 是比較新的 新的入伙的 據說是近這兩年入伙 正常來說 不是應該他離婚之後霸佔的公屋 因為他跟他兒子申請到的 申請得來的公屋 這間公屋是他跟兒子申請得來的 他的老公 即是前夫 究竟現在在哪裏呢 是不是在生呢 以前是不是被他趕走了呢 得到了結婚 之後立即離婚呢 還是在他離婚過程 或是未離婚 已經被他毒死了呢 甚麼也有機會發生 是不是 這類的中港婚姻 香港 我估計是有幾十萬人 這個正正是我告訴大家 就是19年為甚麼會有百分時代革命 因為有大量的 這些中港婚姻產生的一些小朋友 他們是00後 十幾歲 19年的時候大部分都未夠19歲 即是2000年後出生 他們 父母 主要是父親 是香港人 老母是大陸人 但是老母做的事跟這個何太 其實 大同小異 他們目的就是隔離香港 然後就找一個靠山 看見男人沒有出息 沒錢 窮 就離開他 可能老母已經走了 只剩下一個老爸 又或者老爸老母在 天天吵架 天天為錢吵架 為甚麼你那麼沒用 又說在香港做生意 騙我下來 即使兩夫妻 都沒有離婚 都沒有離婚 仍然是 堅持維持婚姻 但是以緣目染 小朋友 從小聽到吵架 聽到大 從小聽到負面說話 聽到大 他們會對這些人很厭惡 尤其是 越是 在香港出生的 內地中港婚姻的小朋友 他們越是討厭大陸人 真的 很多那些 後來我們找回那些資料 那些本土派 很多的媽媽就是大陸人來的 所以他們喜歡吃淡仔 口味大家一樣 但是他們很討厭大陸人 參與踢劫 攻擊大陸人 但是他們本來的媽媽也是大陸人 因為他很討厭他媽媽 因為他媽媽在做的事 令他覺得很羞恥 跟這件事 我覺得是一模一樣的 源源處處 沒有分別 他媽媽就在香港到處找獵物 他的目的就是騙男人 騙完這個男人就騙那個人 甚至乎 他就是毒死他父親的兇手 當然啦 未必是的 這是我估計而已 他爸爸可能是自然死亡 或是離婚 或是發達 去了美國娶老婆 可能啦 最近美國落透 我也有買的 不過每期都有買電腦票 中了 被一個遼國的移民 中了 400多億台幣 當時我已經看到 13億美金 為了過百億港幣 為了台幣400多億 後來除稅後 只剩下100多億台幣 那些稅那麼重 我也不知道 可能一次過拿了 那麼遼國移民 原來抗癌九年 也有機會啦 香港你也不排除有個男人 無緣無故發達 美國結婚 娶老婆就不要香港這個 當然機會是微一點啦 最大機會就是香港的男人 就被人踢走 人家得到 香港的居留權後 就一腳踢走他 離婚 找另一個 找那些比較好的 或者找同聲同氣 因為 女人 不竟 他們長期服侍男人 他們心理也有些問題 會有心理變態 他們希望 找回大家接近一點 別差那麼遠的男人 照顧他也未定 有些是想我也要穩定的 有些可能要上街 喝井水啦 很明顯就是他 好像道霧一樣 逃一個 這個叫做霧月 當他逃到之後 他就要把霧月裏面的全部挖走 甚至乎 道霧之後 帶得走他帶走 帶不走他全部打爛 免得 有那些貨尾流出市場 影響他的價格 這個就是 典型的中國的道霧 跟那些 這個女人 在做的事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他的兒子當然知道他媽媽在做甚麼 所以 我認為他可能是 媽媽教他講的 訪問你 你要講到 我要孝順這個 因為你要配合 出來困這個老爺嘛 你不配合 我不讓你 現在他肯定 還在讀書 肯定 未有能力要靠媽媽付錢 你的錢就是我靠我騙男人回來的 但是他的兒子 站在他的兒子的立場 你只是聽他說這句話 外面風間說叔叔臨老入花叢 他也不敢叫伯伯 因為 叫伯伯老母不高興 令到老母尷尬 他自己也尷尬 想叫叔叔 說將來出來打工養叔叔 這些肯定是老母教的 最後那句才是真的 外面說叔叔臨老入花叢 這句是他的心聲 不過他不敢說自己的心聲 結果老母即時喝止 為甚麼要喝止 平時當然是喝開的啦 平時當然是覺得那些東西不合聽 即時喝止 這些 很典型的 真是很典型的 所以 從這件事可以看出很多社會問題 我們不是說 當然 有劉良當然是做的 很多人聽的 問題就是 他跟香港那種社會結構 尤其是現在 大量的新移民 大量的中港婚姻產生之下 會有很多社會矛盾 這件事 很明顯就是這類中國婚姻產生的社會矛盾 而這些小朋友 也都是當年 為甚麼2019年那麼多年輕人 為甚麼那麼多 團圓天 新市鎮 北區那些人 下來 去示威 扔磚 那些小朋友 沒有來過銅鑼灣 第一次來過銅鑼灣 第一次示威 第一次來過銅鑼灣 原來從來一生人 十幾歲 沒有去過港島 連地點站在哪裏都不知道 哪裏打哪裏都不知道 這件事 其實 真的是一個香港的社會縮影 我們先分析到這裏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去康的朋友 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 支持我們 幫我們多點欣賞廣告 最後也是說一句 在香港 不多不少會受到香港影響 受到香港價值觀影響 即是 他會知道他媽媽做的不是對的事情 所以 他才有這個反應 所以我們說 為甚麼 2019年 其實是真的 就是一大群小朋友 他認同香港的價值觀 要反抗這個政府 是不是 過多一段時間 可能會有另一波也未定 不過現在 香港這樣 那麼嚴格去 控制這個輿論 可能會用另一種形式 出現 肯定上街示威是不會的 不過另一種形式 也不奇怪 好 畢竟 有時 大家知道邪不能勝責 這個是真的 壞人 這些 這些暴政 不會長久在這裏的 這次時間 說到這裏吧 拜拜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 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金 大家當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去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國家安全法 基本法23條保護私隱工具 隱藏你的IP地址 隱藏你的網上身份 隱藏你的通訊記錄 隱藏你的消費記錄 Surfshark VPN 國家安全法 23條之下 無時無刻都要打開VPN Gmail 用VPN打開USIP註冊新的Gmail帳戶 美國 美國虛擬電話號碼 Text Free 免費試用3日 建議長期付費使用 接收各類短訊及認證碼 虛擬信用卡 Wirex App 新加坡註冊新金融機構 Wirex 防止各下消費記錄被追蹤 保護各下私隱 避免國安法及 基本法23條迫害